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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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是他出生後的第二十五個星期 十 九 八 七 六 我是家阿姨 好了沒有啊 每次跟主人一起出門 都要等好久好久喔 芭芭 來 我們出門了喔 來 耶 我來了 這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要套在我身上 這是你的背包 以後你每次出門 都得自己背你要用的東西 你的伸縮鉛繩 你專用的水壺 裝便便的塑膠袋 還有報紙 跟你最愛的零食 都要裝進你的背包裡喔 我背不動 我背那邊了 背不動啊 那主人可能今天 就沒辦法帶你出門囉 奇怪 我又突然背得動了 我們走吧 來 叫一個 哇 這是哪裡啊 這裡是專門幫狗狗拍照的寵物攝影店 主人的動物醫院快要開幕了 它希望可以用你的照片當作招牌 所以特別帶你來拍專業的沙龍照 哇 這 這裡又是哪裡啊 好亮 又好熱啊 阿法第一次來到攝影棚 看到這麼多人看道具 嚇得他一心只想我外號 不過攝影館的工作人員 可是有經驗的 一下子就把他給制服了 是什麼東西綁在我頭上啊 怎麼還有奇怪的聲音 嚇死我了 是誰在亂叫啊 阿法 看起來你好像不太喜歡拍照耶 嗯 我一點也不喜歡拍照 放一堆怪怪的東西在我身上 害我都不敢動了 我只一條游泳的狗 還記得兩個星期前 阿法的主人帶他到狗狗旅館去寄宿 老闆告訴他 就在那幾天阿法已經學會游泳了 因此他決定今天再帶阿法來練習 又要來游泳啦 沒問題 我現在已經很會游泳了 可是 為什麼今天還有一隻小黃狗 而且它還有酬耶 小黃是老闆今天特別幫你請來的游泳教練 雖然你有過幾次游泳的經驗 但是游得還不夠成熟 而小黃可以幫你再加強一下喔 喂 小黃 你在玩什麼啊 上來給我看一下嘛 阿法 你怎麼不到水裡去玩呢 你該不會害怕下水吧 我才不怕呢 我才不怕呢 我先暖身一下 我好像又忘記在怎麼游了 阿媽 來 我一定要冷靜 冷靜 阿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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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鐵在這裡 天哪 游泳還真是刺激 我喜歡 從不敢下水 到悠遊水中不肯上岸 阿法一路克服了他對游泳的恐懼 甚至還在小黃的帶領之下 開始體驗跳水的樂趣 小黃 你別跑 我來囉 哇 我跳水了耶 我剛剛跳水了耶 哇 我真不敢相信 就這樣 阿法跟著小黃開始愛上了跳水運動 甚至在水裡玩起搶球的遊戲 給我 給我 為什麼我都搶不到球 奇怪 而且我發現 我的腳好像有點不聽使喚了 好像在發抖耶 打針 哇 那隻狗好酷喔 那是一隻戴毛帽 又穿襪子的松屍犬耶 過去瞧瞧 討厭啊 每次到醫院都不能玩 而且一定不會有什麼好事情發生 今天主人帶阿法來到動物醫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讓阿法植入晶片 由於狗狗比較難用指紋或DNA驗名身份 所以植入晶片就是要給狗狗一組號碼 透過這一組號碼來辨識狗狗的身份 不過植入晶片的針頭比一般針頭粗 希望阿法不會感覺太痛 我就知道要來打針了 爸爸 我不怕 狗狗壞壞 哪一家的狗啊 狗狗怎麼那麼快啊 講不定 怎麼樣很快啊 沒有狗狗壞 只有主人不懂Why 想了解狗狗心事 就要看狗狗壞壞 今天的問題來囉 請問 流浪狗會咬人嗎 遇到流浪狗 該怎麼和它和平相處呢 大部分的流浪狗並不會主動攻擊人 面對流浪狗只要用正確的方法 就可以避免衝突喔 Dubai or not Dubai Round 1 前面有一隻流浪狗躺在路上 就在路中央 想走過去又怕被牠咬 到底怎麼做才能安全度過呢 一 先嚇牠 眼睛盯著牠 二 閃躲牠 轉身背對牠 三 不怕牠 慢慢離開牠 答案是 三 不怕牠 慢慢離開牠 當我們碰到流浪狗的時候 根本不用怕牠 為什麼 因為我們長得比牠高 那動物第一個就是比高比大 那我們長得比牠高也比牠大 所以基本上牠不會隨意攻擊我們 但是我們不能挑釁牠 所以我們第一個 隨時保持我們的警覺性 第二個當然去注意牠的表情 然後慢慢地離開牠 To buy or not to buy Round 2 請問以下哪隻狗狗是處於警戒狀態 一 英勇的小黃 二 溫柔的哈比 三 熱心的男性 答案是 一 英勇的小黃 當我們碰到一隻狗的時候 我們要判斷牠會不會攻擊我們 或者是對我們採取警戒心 我們第一個可以看到說 牠會停在那個地方 第二個眼睛盯著我們 再來就是牠的耳朵豎起來 或者是尾巴翹起來 那假如你還不信邪還要靠近的話 牠可能就是對你枝牙裂死 然後發生低聲的咆哮聲 要是你還不信邪再進來的話 牠可能就咬你了 To buy or not to buy Round 3 請問如果前方出現一群流浪狗 而你又需要通過那一段路 你該怎麼做呢 一 先丟石頭驅散牠們 二 自在地走不理牠們 三 手拿棍子遠離牠們 答案是 三 手拿棍子遠離牠們 通常狗是有第一性的動物 當牠發覺說 你入侵牠的地盤的時候 可能這一群狗為了穩固牠的地盤 就可能攻擊人 所以當我們看到了 看到有一群狗的時候 要是旁邊有棍子 或者是有什麼長長的東西 你只要拿在手上 然後呢 用眼睛的漁光瞄牠 慢慢地走過去 或者是慢慢地往後面走 絕對不能跑 你要是跑的話 這一群狗把你當作好玩的獵物 去打獵 人和狗都是生活在地球的一份子 我相信只要彼此多了解 尊重對方 流浪狗也能夠看人和平相處喔